我覺得投資產品還是 不管是什麼產品啊 我覺得其實我對於性別 倒是沒有那麼的 就是覺得說女性跟男性要怎麼樣去 只是覺得 一定要是自己有時間 然後有興趣 然後會真的去研究它的 否則我覺得 就是任何投資都沒有百分之百的 那個保險嘛 所以 就是我覺得 花時間下去 投資任何的 東西都包括投資自己 包括學東西什麼的 我覺得都是 那如果 就像是我可能 我對我沒有興趣的那些投資啊 或什麼的 其實常常就是失敗啊 常常就是賠錢 那你即使去問的 比如說像有很多朋友 有些朋友他是做那個基金經理人 你即使去問他 也沒有什麼百分之百 因為你還是必須要 花時間下去做一些功課 他才有可能有獲利 我不能說很保守 可是 就是 我 就是 也做過一些不同的投資 比如說基金啊 比如說股票啊 什麼的 我真的還是覺得說 嗯 你真的要 就是那個投入 就是要 你不能就是 道聽途說 比如說誰跟你講說 喔這隻朋友 你通常買了之後就賠錢了 就常常是這樣 也有可能 就像是有些朋友 會跟我講說 什麼哪一個可以買什麼 你可以去買 有時候買的是沒錯 是有賺到錢 可是 它不是你的你專精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其實你這樣算 也沒有什麼獲利啊 其實像我 我姐姐 她是從念大學的時候 她就開始在存錢 然後存了也不少錢 或是她可能有去打工賺錢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越早對理財是有概念的話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那你當然說可以 因為你知道就是有時候 女生蠻愛買東西 年輕的時候 很快把錢就全部都花光了 那我覺得 就是有一些享受 或者是去打扮啊 讓自己變更漂亮 就是很好事情 可是也必須要有些規劃式 某一步錢 你不見得是買房產 可是它是有一些規劃式 你要做一個比較好的投資 或者是比較有保障的投資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的